气温升高,分享两款雪糕的做法 往奶锅里面加入350克的纯牛奶 小火加热 再准备20克的糯米粉 用凉开水,搅拌混合均匀 牛奶加热到50度左右 加入20克的白砂糖 加入100克的棉花糖 接着小火加热,不停地搅拌 待棉花糖慢慢地融化 加入糯米粉水 再搅拌一下 煮大概两分钟左右灌火 然后微微放凉,倒进模具里面 这款雪糕非常的简单 加一点棉花糖,口感会更加的浓郁 里面有泡沫也不要紧 插上棍子,然后盖上 放在冰箱里面冷冻最少4个小时 今天这个量一共可以做7根雪糕 第二种,准备芒果 用叉子插进去 然后修掉外皮 再将芒果合给去掉 处理好的芒果有300克 加入150克的酸奶 40克的白砂糖 搅拌成泥 然后倒进模具里面 盖上 也放在冰箱里面冷冻4个小时 时间差不多 我们的雪糕就做好了 直接从冰箱里面拿出来 脱掉外膜就可以开吃了 家里有小朋友总是喜欢吃雪糕 可以试一下这种做法 做法简单 干净无添加 关键是非常的卫生 白色的吃起来 口感像牛奶小布丁一样 软软的绵绵的 没有一点冰渣 芒果味道非常的浓郁 超级的香 感谢你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 就请点赞转发加收藏 我是阿宇 拜拜